而今天这个黄子焦相关的事情 不断的曝光 甚至他用话术 来逼着少女做不想做的事情的 录音档也曝光了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随着这个录音档曝光了以后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女生 那么跑到这个各种 相关人士的脸书上面去留言 像昨天下午的时候 有一位这个女生 那么他自己就讲他14岁的时候 14岁的时候 当时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前提是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的话 因为他不是性侵案件 但他就说他当时也被 那么黄子焦找到了 他相关的这个工作室 还是他的这个住家 请他换上这个所谓的 比基尼的衣服泳装 随着11年前的录音档出来的以后 大概可以曝光黄子焦的话术 大概是什么 第一个黄子焦确认人家 要换这个比基尼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或者穿衣服很清凉的时候 他第一个都会讲说 你要用艺术的眼光 你要用艺术的眼光 不要用这个晴色的眼光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不要带有有色的眼光来看待 第一个是把艺术挂来上面 第二个就是不要用 这个有色的眼光来看待 然后第三个是 只会拍到你的背面 那么紧接而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从泳装 3.4 丁字库 甚至于到后来会要求这个女生 多光光 我也在强调 如果现在出来爆料的这些人 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就很可怕了 不过我这边要补一下 我觉得台湾的女生常常会拍谁 对 不敢拒绝 没有错 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这个女生幸好她拒绝了 她没有拍谁 但是2006年8月的那一位 现在出来曝光的这一位 K小姐她就说 她当时把她当作大哥哥 所以她到她家里去了以后 不是去换那个泳装吗 不恰当的事情就不要做 不要拍谁 所以没想到就发生 当然我在强调 K小姐因为这个案子 她当时17岁 而且我告诉你 因为刚好在2006年的7月 我们修法了 7月之前 对不对 虽然已经改成公诉罪 性侵害是公诉罪 但是她只有10年的法律追溯期 2006年的8月开始是20年 所以她的法律追溯期到2026年 台北地检署现在把她用她自然 在侦办这个性侵案 我跟你说 如果这个K小姐是真的的话 那么她是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对黄子焦非常的严重 这些例外委员出来开记者会 从黄子焦的缓起书里面讲的 看到的东西不是孟耿如 就是黄子焦太太所讲的 不小心买了欺骗 里面不小心有 不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有12岁 13岁 17岁 而且那个相关的内容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这个网站 它超过5000多个会员 现在我听到好多的女生 对这些 连这些参加的会员 都要求 如果查出来的话 都要公布 公布性 那个什么法官的儿子 警察什么东西 都要公布 不能保护 这些人都必须要公布 因为他们同时也违法 他们也非法的持有 这个相关 都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用加密货币 那么进行这个所谓的交易 至少查出来超过3200次 单单这些加密货币 换算成新台币 超过2880万等等 现在卫福部把它给观战 对不对 但他还在活跃 我就不懂 既然卫福部可以把它观战 那之前为什么 那个什么 数位部 数位部竟然可以把它观战 那之前为什么不关 是不是 之前为什么不关 好 但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网站是整个被封住了 对不对 关网 关网了 为什么还有交易记录 这是我不懂的 对 其实来讲的话 他们有一套完整的server 他们伺服器就放在国外 所以他只要再花20块美元 再买一个新的网域 整个就搬了过去了 20块美金 对 他就可以整个重启炉灶 对 他们就整个搬过去了 假设我本来是这个会员 他搬家了 我不知道去哪找他 他们一定会先公告 他们一定会先公 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 其实他在22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警方破获一次 被破获一次的话 警方开始在追查 到最后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公告 告诉大家说 我们平安了 没事了 因为他们要封我们的网域 他们知道 因为这里面 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的小孩 也有国小老师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 这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人 根本也是他们的会员 他四个虚拟货币的钱包 直到4月10号 今天几号 他三天前 他们还持续在收会员 他们完全没有害怕 不管我们怎么批评 不管怎样 他们持续还在收会员 还是持续在赚钱 可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说 因为你从他的这些钱包里面 回推 有些人是付钱给创意私房 就是台版的N号房 但是台版的N号房 也有把钱回给特定的人 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有些人是 我花了钱8000块 进去当了这些会员之后 甚至他提供了 他自己非法偷拍的影片 所以他有分论 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的刑事局 有介入调查的话 数位部有来帮忙 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人 这5000多个人 全部抓起来 他22年 办案就是要打铁趁热 对 对不对 如果没有再趁这个风势的话 可能就过去了 但那个时候 22年警方办的时候 他的会员人数是多少 4800人 现在人数多少 5480人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还是持续在运作 现在来讲的话 透过我们刚才这个萤幕上面的 哈德尊这些虚拟货币的钱包 你回头去追 你不要以为说虚拟货币 是去中心化 当你用这几个特定的平台的时候 平台是中心化的 你只要从平台拿到资料 你就可以把这些弄出来 尤其是我觉得 你从这些创意思访里面 拿到钱的人 你就更可恶 你不应该只是说 你用会员 用非法持有这些儿哨的影片 他为什么能拿到钱 对 为什么 因为他提供影片 他就是犯罪者 他应该是共同正犯 所以要回头去来查这个事情 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断掉 有一些少女 他可能14岁的时候被公布 他被伤害过一次了 结果隔个两年 那一年的照片 又被拿来重卖一次 这是一个轮回 没办法摆脱的恶梦 为什么我们会 我们会来公布 这个可怕的恶劣的事情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一般来讲 女生被偷拍了 她是很难过的 她不会出来讲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愿意实名出来讲 因为他们已经从国中 被骚扰到高中 高中被骚扰到大学 然后连出社会 甚至有一个人 他就从台北搬去高雄 换了名字 他没做做事 他已经换了名字 有一天就看到一群 瑟瑟的男生拿着手机 在那边比对他 他还搞不清楚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直接说 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 然后就开始拿手机拍他 为什么 他们说这个东西叫打猎 因为他们会把这些人的 成长的背景 一直重复的去拍 然后又把它上架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有一个专区 叫做每日新菜 然后他们有个 每日新菜里面有个回顾 他们要看看这些人 长大了没有 这些人很变态 甚至有一些人会在那边说 我就是看着谁谁谁长大的 你这是什么想法 然后甚至有一个会员 他是警察 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有人悬赏说 以前那个 有一个女生很漂亮 那有没有他新的照片 有人拿这个东西来悬赏 这一个警察 现职的警察 他怎么样 他去用这个警政系统 查到了这个人之后 就跟他联系 然后就说 我们要办这个案子 然后呢 你要不要出来作证 那女生就说我不要 然后那个人就说 我跟你讲你要把这些坏人 绳之以罚 以后才不会有其他的被害人 听得是不是很道貌黯然 很正义凛然 然后呢 你要再拍那个时候的影片 跟照片给我比对 证明你就是那一个人 那女生就觉得很奇怪啊 我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次这种 反正你觉得不对劲的事情 你都要say no 通通no 你say no 人家只是觉得说 你拍到底而已 你不会陷入这种可怕的轮回 可是这个人很可恶 这个人就拍他警察的一些证件 我就是真正的警察 他真的是警察 然后呢拍了这片到这些 一样的影片之后 有没有 就拿去我们刚才讲的 美日新菜区的回顾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 以前你们看的这个人 有新的 新的样貌 新的照片 然后呢 还有对比 before跟after 又可以卖很多的钱 所以呢 一定要把这些人 一个一个揪出来 让他们不敢继续投钱 到这些网站 好 因为呢 这个网路就是躲在一个 黑暗的角落 所以人性的恶有时候会滋长的更加的这个不可收拾 所以这一定要查清楚 那你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就不要乱讲话 最近通神吃着就怕了 乱讲话 以前乱讲乱讲 你乱骂你的妈妈 你们乱骂谁 好 你现在又要骂国民党了 你说你出示国民党不能我帮你 你以后不支持国民党了 通神 你之前也是痛骂柯克文哲 说你这个他都没帮你 那怎么回事 真正帮你的是苗一元 你下次要投社民党 他帮你 他开示你 让你长知识 统神 他有一些很夸张的言论 我们带你来看看 有不可让我发表我的讲法 你去死啊 不要 我都不同意 我就没有要你发表你的讲法 你都一巴说什么 今天你要发表现在是我的实况 因为我知道你讲出来的都是屁话 越讲得我越听越吐下去 你如果能够发表出一点点有意见的事情 就换你上节目了 就不是我在那边开实况 就换你了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知道嘛 台湾大概有30%到48%的人 对蓝力都不满嘛 不然柯文哲怎么串出头的 他说什么赖心的人品最好 什么最有总统像 讲这种话 他整个人在笑死人你知道吗 就跟大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你李正浩是不是 你现在不是在上新台湾加油好吗 不用讲这种话 人家看法这样就不对 因为以社会缩解 台湾全球总统哪一次不是低落风 选出来的是最好的嘛 他们一次骂李正浩 碰完之后现在骂柯文哲 我们再来听听看 这人班是谁 就是你啊 柯文哲 4年以后绝不再受骗 哪让6%都不够赢啊 一个33一个26啊赢7%啊 你让6%都不会赢啊 以后绝不再受骗 你一个人 你被骗一次 是意外 第二次你就是白 4年以后绝不投科 4年以后我不只不会投科 如果柯出来选 我会全力帮国民党的人站台 4年以后如果柯文哲出来选 抢国民党的票 我跟柯文哲干到底 换账啊 还是4年以后要赢回国家 你骗不了票啊 他26%的垃圾能够屁发什么啊 他26%烂死了 来阿玛玉文这整个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思考 包括卫福部为什么动作这么慢 那包括数位部人家问你做了什么 很多的罪犯不断的在重复的被发生之中 你觉得整件事情该如何阻止 法令上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黄子焦这整件事情 现在我们看起来 至少他让社会知道这严重性 因为张家航他本来是以为没那么严重 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么以为 是很多人都这样以为 他以为这个黄子焦只是下载几部A片来看 那又没什么 现在大家知道黄子焦是之所以严重 不是因为他下载几部A片来看 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暗黑的犯罪集团 当中的一个共犯结构 为什么我说是共犯结构 因为黄子焦他有付钱加入这个网站 你知道吗 这个网站一个人的会费如果说8800 他现在总共有5800多个会员 这庞大的金额流入了之后 你知道他作为什么 他作为去运作一个犯罪集团 在外面偷拍 在外面钓鱼引诱未成年人的一个资金的来源 你知道为什么这网站上有十几万支影片 而且他标榜什么 这很可恶 他标榜原创 就是他标榜说 我这不是随便去国外找来的 我这个是亲自有人去拍的 他有非常多可恶的手法 包括第一个在各种公共场合 他装色偷拍 比如说洗手间里面这些等等 意思就是现在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 不管你是男女老幼 你都有可能是这种偷拍的受害者 第二更可恶的是什么 他会针对某些人 比如说像有一些知名人士 他会员高级会员就点菜说 我想看某某某的影片 他们就会去跟着这个公众人物的行程 比如说他今天要去哪里演讲 他就故意去他演讲旁边的 这附近的洗手间装色偷拍 就是要等你去公开活动之后 去旁边如厕 他把你偷拍下来 然后他在这个网站上 贩售这些影片的时候 甚至会附上被害人的个资 你知道在里面 大家为什么这么担心 我们台湾的孩子 因为这些犯罪集团 他偷拍的手法已经进化到 他会去找网路上 一些未成年的孩子的社群 比如说你家小孩的FB或是IG 他会观察 因为大家喜欢在社群上分享自己的资讯 读哪个学校 今年几年级这些等等 他观察完之后 他会传讯息给他 跟他交朋友 交朋友之后 他会一步一步的引诱他 从最简单的 拍摄一些其实没有怎么样的照片 传之后他就说 你要再拍更进一步给我 那你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说 这不对劲他要拒绝 结果他就说 我知道你读什么学校几年级 我知道你家住在哪个附近 你如果不照我说的做 我把你之前传给我的照片 传给你的老师看 传给你的同学看 孩子会怕 会怕 一步一步真的是掉到这陷阱里 以上都不是我们编出来 是事实上已经都有查出来的情节 所以你说付钱加入这种暗黑网站 付钱等于是赞助这种犯罪行为 严不严重 这太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 现在确实需要一步法律 去管制网路上的犯罪行为 过去政府尝试要立法的时候 很多朋友担心说 这会不会妨碍到言论自由的问题 那我是认为现在政府应该针对两种 第一种网路犯罪的情色 第二种网路的诈骗 你提出一个雷厉风行的草案 就是说你要是被发现 有这种诈骗的内容 有非法行政的内容 政府可以勒令平台要把它火速下架